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薇琪 哈喽 我是Lily 哈喽 我是Sabrina 今天非常欢迎Lily跟Sabrina来上我们的节目 然后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特别 因为是我第一次跟母语不是中文的朋友录音 Lily呢 是我在德州念研究所时候的同学 那Sabrina是她在德州的朋友 要求了Lily非常久 她终于答应要来上我的节目 因为她一直说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但是千万不要相信她 你们说这个调查是说不管是什么人种 她们最喜欢的都是Asian Female吗? 对 然后在那个Button的是黑人女性 黑人女性跟亚洲男性 没错 可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变了 因为现在像韩国K-POP像BTS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妈妈都说 Oh BTS好帅好可爱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发现 Lily会讲中文的时候超开心 然后我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 还跟我聊了一些 她大学的时候都在看穷瑶的故事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她们来上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会是跟Asian American 就亚裔美国人的一些有关的主题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就是像是有那个BOM黑命贵 然后到前几个月开始有 Dev Asian Hate的运动 所以这个主题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 Lily是非常关注这些议题的 所以非常希望她能够 也跟我们讨论一下 她的自己的经验 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请她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 我们先从Lily开始 好 谢谢Vicky 首先要跟你观众道歉 我的中文真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就希望多多多多了解 我自己呢 我是在Houston长大的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是住在德州 然后我大学就搬了去Austin 在Austin读大学 大学之后呢 我就搬了去维州那边几年 然后在New Jersey住了几年 那Vicky我就在去读MBA的时候 认识你的 那MBA的时候就回了Austin NBA毕业之后就开始在Austin工作 所以现在在Austin住了差不多四五年多了 那Lily你的 你是Parents是第一代移民是吗 还是是那个祖父母才是第一代的移民 算是我父母 我父母亲是第一代移民 我父母亲是在越南移民过来美国的 可是我父母亲之前呢 我的公公阿爷阿妈那一代呢 他们是在中国移民去越南 然后我的父母亲才在越南移民到美国 所以就有一点点复杂 我们家里会讲越南话 还有讲草州话 因为我们本身是草州人 就很酷 因为就是越南语或跟草州话 但中文请问你是怎么学的呢 小的时候 小时候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们工作之后 回到家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 所以他们就会看很多很多那些香港的电视剧 小的时候就陪他们看 所以我就学会那个广东话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呢 就那些偶像剧 台湾的偶像剧啊 刘新花园之类啊 开始很红很红 那我也想要看 不会太懂 所以就特别为了看 台湾的偶像剧跟那些很有趣的电影啊 就为了那些就学了广东话 回来 好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就是Lidy的成长背景 大概是在德州 然后有短暂的去其他州工作 你说Virginia跟New Jersey是吗 没有是Wisconsin 了解 然后Lidy本身是你之前是做marketing的对吗 然后最近就是转到那个non-profit 对我之前是marketing跟sales 然后我们去读MBA之后 之后呢 我现在是做non-profit 是代表这个 education non-profit 跟那个government 去develop那个关系 所以你在那个Tage for America 是负责跟政府的关系的是吗 对 那算是lobbing也一样 哦 lobbing OK了解了解 好那谢谢Lidy的介绍 那我们换Sabrina介绍一下她的背景好了 你好 我是Sabrina 我的中文名字 Sally Hsing 我爸爸妈妈从台湾来 移民到美国 我们是在 休斯顿开第一家 伯伯殿 哦真的吗 对 元老级 开了26年 然后我在美国出生的 我去San Antonio念大学 然后我在大学念会计师 哦 然后大学毕业 我就搬到Austin去做事 我就 是accounting方面的工作吗 没有 所以我现在是移民政治求款人 哦所以也是算是non-profit的一部分吗 不是 现在是 可是平常我都是做 人家要去当选 还是精选公志 他们要钱 我就帮他们 哦 就是做campaign的那种吗 是不是 对 然后我就做这些事 见到Lily 哦 所以是工作上面认识的这样 好哦 然后我下一个问题想要了解 看看说 你们觉得啊 就是作为一个亚裔女性 从小在美国就是长大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identity 就是我自己的自我认同 到现在还没有觉得我是一个immigrant 就是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foreign walker 所以很多时候 好像我好像比较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说 假设我作为一个移民的话 就是在美国继续的生活 然后慢慢的长大 这样会是什么感觉 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说 你们从小在德州长大 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尤其是亚裔女性这个身份 Lily你要选还是我选 没关系我先可以了 因为Vicky你这样子问 我觉得就很多啊 我觉得 成为一个一个孩子在美国出生的 可是父母亲是移民过来美国的 可以很多 因为我父母亲来美国的时候 他们是很穷的 他们是越南过来的时候 他们学业就很低 然后他们是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读大学 然后没有什么skill 不会英文 所以他们过来 我觉得很惨 我还是大女儿 那大女儿 我长大的时候就不会英文 外父母亲不会教我英文 所以当我可以上学的时候 就很惨 就依据英文 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我英文名字都不会 因为在家里是 只会讲吵作话 所以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老师教我Lily 我不会回答 不回应 然后我觉得在美国长大 就会有一点点矛盾 是因为父母亲他们文化 还是就属于亚洲那一些 比较conservative的文化 在美国的孩子 有很多都是大剌剌的 讲话还是很大声的 然后女孩子也是会跑 就去玩那些美国那些小孩子 玩的那些游戏 那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妈妈一直会讲 我的性格就不是很Lady 我说女孩子不是应该这样子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我的性格 只是属于美国的小孩子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矛盾 就是我在家里 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可是我觉得父母亲 就不明白 身为一个美国人 那个小孩是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不是 不是只是那个女孩子的想法 应该是全部在美国出生的 那些immigrant的孩子 都是这样子 然后等到我们比较大的时候 我觉得在美国 身为一个Asian的女孩 一个女人 我觉得有很辛苦 因为在美国 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熟悉 那个身为 Asian American是什么意思 因为长大 你去读History 你读那个美国的历史 根本不会说到亚洲人的历史 或者在美国亚洲人的贡献 所以你长大的时候 就会觉得根本身边 没有什么人会了解到 你的文化是怎么样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过去的Asian American 对美国的贡献是怎么样 所以会觉得有一点点invisible 这样子 哦 了解 因为你们两个在Houston的话 其实相对那个Asian的比例 还蛮高的对吧 就相较于美国其他地方 对 Houston 对对 Houston Asian 我小的时候 我住的地方去学校到大高中 全部都是中国人 都不是中国人 就是亚洲人 差不多是中国人 我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比较感觉说 哦 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从小到大 全部都是 都是看亚洲人 然后我们都去 在我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 都是Chinatown 就是很多中国人 很多越南人 然后Lily刚讲的也是很 对 就是 对美国人 他们只看我们全部都就是放进去一个亚洲人 他们不会分享有越南人 有菲律宾人 有中国人 有韩国人 他们全部都放到一起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文化 那是文化吗 这每一个国家的人都不一样 有不同的喜欢不喜欢跟想法 那在美国 Lily刚讲的就是 在学校我们没有教这些东西 那你就 你到地方比较多白人的地方 比较多美国人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他们就是觉得 哦 你看你皮肤是黄色 他们就说那你是亚洲人 他们就把一个亚洲人放进去一个很大的地方 就是在他们的想法都是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好多不同的国家 好多不同的 我们讲话都是不一样 有不同语言 有不同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 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一样 可是他们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 你的问题就是你每一个亚洲人都 这样子很烦 然后有很多 frustration 了解了解 那你讲到这个 就亚洲人都视为同一个亚洲人 就最近就是 因为前阵子啊 就不是有那个2020 US Census嘛 就是每10年一次的那个调查嘛 人口普查 然后我们就是台湾人社群最近就是 那阵子都一直有在推说 我们要go other Asian 然后说我们是台湾人士 因为原本的那个清单里面可能会有 中国啊 日本啊 韩国啊 菲律宾 可是没有台湾人士 所以我们就 我就想起来我们去年就很努力在推这件事情 这个我知道 其实在美国这个 这个Asian American 这个说法 这个identity 其实是很新的 Asian American 这个Label是差不多60年代的时候开始 因为60年代之前的 其实之前亚洲人会分 他分 他美国分得很清楚 就日本人啊 中国啊 就全部就分得很清楚 可是你分得很清楚的话 你每一个文化每一个identity 就就人数很小 很小 哦 去Election的时候呢 就没有人管你 因为你人太小 他们根本就不会 不会理到你们 你们想想要改变的东西 你policy 想要改变的东西 嗯 60年代的时候 就有很多那个大学的同学啊 然后就有很多activist 他们就想要制作这个Asian American的identity 嗯 如果你亚洲人全部就加一起的话 就人数会比较多 就希望那个Election的时候 那些candidate会比较理到Asian American 想要改变的东西 所以Asian American 这个就是很新的一个想法 有好也有坏的 所以我理解那个census的时候 台湾人为什么要要有自己一个一个level 嗯 所以我觉得就在美国最有缺的地方 就是没有没有那个交好小孩子 Asian American是什么意思 然后Asian American里面的人分得出很清楚 然后可以讲说嗯 在中国来到美国的人是怎么样子 他们故事是什么样子 然后台湾过来美国是什么样子 然后越南日本韩国啊 就分得很清楚 嗯 然后如果你你教小孩你教得清楚的话 那Sabrina刚刚讲的 台湾人看到看到亚洲人就觉得 哦你全部都是一样的 就不爱的恋头 哦好 这件事情我第一次知道 就1960年代才开始Asian American的label 这件事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而且因为现在 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 会觉得 哦好像因为当初做了这件事情 而导致现在每个可能 从不同地方来的人 通通被统一贴上一个Asian American 然后其实很困扰 但是如果是在那个时间点来看 也会觉得这是有必要性的 因为如果你要争取 就是awareness 争取大家的注意 可能还是必须要让那个族群 看起来比较多 大家才会比较重视你讲的话 这样 嗯 然后很复杂 有一些人从 从 嗯 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是因为有PhD 才才有Visa才过来 来到美国 他们有 有学业 有工作 所以他们在美国的生活 跟我父母亲 来到美国的生活 就很不一样 对吗 因为我父母亲是在越南 他们越南末日之后 来到美国 没有读过 没有读了什么书 没有 不会 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们来到美国 他们生活就 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美国人 他们不会看亚洲人 不会分清楚说 哦 那些人过来 会比较辛苦的 那些人过来 会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 他们是有那个学业的 我们我们在美国 如果我们不会教这些 history的话 就我觉得 现在看到社会的问题 会一直那样子下去 对 他 Lily讲的是很 对 因为 有这么多不同的亚洲人 因为美国 你在美国长大 他们 说 就像你是亚洲人 那你应该很聪明 你们应该赚很多钱 他们就 你看到你是亚洲人 他们就会这样子想法 因为你看很多电视啊 然后你看电影跟书 跟这些popular culture东西 就是亚洲人都是聪明 数学好 赚很多钱 医生跟这些东西 那你看真的来美国的亚洲人 都不是全部是有PhD 要去念学校的人 很多都是像 呃 那您来 从像别的国家 像越南 还是 呃 Cambodia 这些国家 他们来 来这边就 没有 这种高度的学 学校 那就这样子 给他们 放这个 哦 你是亚洲人 你们都赚很多钱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很多 真的问题 他们都 都不会 觉得是真的 那你们有觉得 那个电影 那个Crazy Rich Asian 出来之后 这个困扰 又更严重了吗 就大家都觉得 哇 Asian就是 非常的有钱 我觉得这些 有好有坏 Sarina说的 就是我们常会说 那个model minority 的想法 就美国 就觉得亚洲人 全部都是model minority 我们全部都是 读大学啊 全部都是 赚了很多钱啊 其实不是对的 这个 这个 是他们generalize 那些Asian的生活 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知道 是不对的 就很多 很多人 从打仗的地方 移民到美国 他们来到这边 是很辛苦 然后你们 然后我们 在美国 我们看 就电视啊 电影啊 就pop culture 就很少很少 有Asian的 representation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Crazy Rich Asian 有一方面是开心的 有一方面就觉得 我们终于 终于有 亚洲人 在电影 对不对 就我们觉得 很开心 可是另一方面呢 就觉得 为什么 在我们 美国的pop culture 有亚洲人的地方 就一定是 有钱的人 还是就 还是是 做tech的人 还是就 都是同一类的 的角色 就觉得 为什么亚洲人 在美国 永远都是 就只有 有一种的 看法 为什么我们 在美国的 entrepreneurment 不可以 就比较 对不对 就我们觉得 开心 有representation 可是这真的很有趣的 那你们从小到大 有遇到什么 真的racial 或是gender bias吗 我相信应该是很多的 那有没有 比较印象深刻 或者是比如说 有人跟你们讲什么 然后你就破口 回话回去这种 还是说 后来怎么 调试自己的心情 因为如果是 小朋友的话 应该会 有点难接受吧 然后那如果 随着慢慢长大 也会比较 直到怎么去 deal with 这些 bias 那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 这类似的经验 就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 一点难 因为我们也是女生 那就是 我们住 生活 你是女生 还跟男生 人家对你 也是会不一样 然后我们是 亚洲女生 是再一个 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很奇怪 我们住的这个 时间 亚洲女生 是在 网络上交往 Tinder 个 Dating App 我不知道 中文怎么发音 非常 popular 首选 对 很多 最近 他们就是 做Dating App 就是做 Research 看说 男生 最喜欢的 就是 亚洲女生 不管是 像什么种族 像 白人 黑人 墨西哥 墨西哥人 什么 第一个 最喜欢的 都是 亚洲女人 然后 World War II 的时候 很多人 就是像 去 日本 还是去 别的地方 去打仗 然后 很多 电影 跟 Musicals 像 在Broadway上 有个很有名的 叫 Miss Saigon 就是 亚洲 女生 女人 在 美国的 文化 是一个 很 Sexualized Sexualized 不知道怎么中文 怎么讲 但是是 Sexualized 对 可是就是 很多 男人 放很多 像 我们是 很 温柔 还是 我们是 很 可爱 还是 就是 我们是 很像 很小的人 这样子 不是真的 每个人的 个性 不一样 我的个性 不是像 一个 很小 温柔的 可爱的人 可是 就是 就是 这样子 你看 就是 也是一样 就是 popular culture 有像两三个 大的 stereotype 我中文 也不知道 怎么翻译 就是 一个是 一个 很 小 跟温柔的 要 忍救 她 的 女生 一个是 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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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猫 猫 对 然后 还是 Dragon Lady 就是 两个 一个是 在最 第一个是 在最高 不一样的 个性 那很多人 就是 看了这些东西 然后很多 很多地方 没有 亚洲人 他们从来都没有 跟亚洲人 见面 还是 沟通过 他们就想说 就是像 这两个 他们就看到 亚洲女生 就觉得 他们会 会像这样子 那这样会有什么 困扰吗 比如说 如果你出去 dating 市场上面 他们 就会不会 很多人 就觉得 你好像 easy to pick up 我就觉得 有时候 可以很危险 因为我觉得 像 Sabrina 说 有一些 美国人 就根本 不了解 亚洲人 是 其实怎么样 他们是 看电视 还是 听说 就觉得 亚洲女人 就很 听话 很温柔 很小声 就 他们身为男人 就可以 overpower 那些 Asian的女人 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 stereotype 对于我们 亚洲 女生的话 我觉得 可以很危险的 然后 你 如果 我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 我去bar的时候 常常会有 白人 就 那些男生 就会过来 问我 Where are you from 因为他们 就会 你 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 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 就觉得这样子 有一点点 就不舒服 就觉得 有一点危险的感觉 对 然后很多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 见过这个事 可是 我有一个 很久的男朋友 以前 很久以前的男朋友 他只喜欢 跟亚洲女生 交往 因为他 觉得 我们的 个性 好 可是 我跟他讲 常常吵架 我们分手 是很不好的 分手 因为我就跟他 这样子讲说 我们亚洲人 没有一个个性 这不是 真的是 你想的 我们的个性 你喜欢 不是真的 每一个人的个性 是不一样 中国人的个性 跟越南人的个性 不一样 日本人的个性 不一样 你说你这样子 喜欢 是很 种族歧视的东西 然后 很多 我发现到很多 我不知道别的人 可是我 因为在Austin 很多白人 我就感觉到 我可以只能讲说 很多白人 也是就是这样子 想法 就是他们 他们不敢讲说 哦 我觉得 亚洲女生 是漂亮 我喜欢他们 长的样子 他们就说 我喜欢他们的个性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想法以为 比较好 可是这样 还不好 因为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 亚洲人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个性 是他们自己 特别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就可能讲 喜欢外表 还比较好吧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 就会觉得 亚洲的女生 就很 很性感 也是觉得 女生会很听话 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加起来 是两点 我觉得就 有一点点怪怪的 Yellow fever 他们就是 然后就是 不敢讲说 我喜欢他们 长的样子 他们就说 个性 他们自己想法 就是说个性 可是这样子 不对 你讲到这个 dating的事情 我想到一个 因为 你不是说 这个调查是说 不管是什么人种 他们最喜欢的 都是Asian female吗 然后那个调查里面啊 就 应该是看到 类似的调查 然后在那个 Button的是 黑人女性 黑人女性跟亚洲男性 黑人女性 没错 是最低的 对 这也是一个 就 stereotype 就大家的偏好 可是我觉得 这样子 现在应该变了 因为现在像 韩国 唱歌 这些 很像 对 K-pop 像BTS 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妈妈 都说 BTS 好帅 好可爱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 应该 应该对我们会好一点 因为 很多就是像 亚洲女生 觉得 很漂亮 很 很可爱 什么这些东西 可是 他们都不会讲说 亚洲男生 很帅 那现在就是 我想 我希望会变一点 会说 就是像 亚洲男生 也可以是很帅 你们有吃那个 你们有点那个 麦当劳的 那个BTS 餐吗 我没有 我不 我不 我不会 很喜欢 那些 K-pop 我不 我不吃 我不吃辣的 所以我就没有点 可是我 非常喜欢 BTS 我有 BTS的 Fila Sneakers 然后 你居然有那个 我有 然后我也有 BTS Keychain 哦 最近就在看那个 BTS 我想说 那个 Lily S Marketing Professional 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现象 因为 网路上就很多人 就买那个 套餐啊 然后他那个 BTS 不是有那个 纸袋 然后就把那纸袋 拿去卖 我就觉得很夸张啊 真的不明白 现在 那些青年 就小青年 是怎么想 那个想法 我就根本就不会懂 现在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 对亚洲人 有种族歧视 我不知道 Lily 你有没有 感觉到 可是我现在看在 Social Media 跟 popular culture 很多 亚洲东西 现在是很 Trendy 这么怎么讲 就很流行 有一点点啦 有一点点 会觉得亚洲的东西 会比较流行 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那些种族歧视的东西 或者是美国那个entertainment就是想要有新东西 所以现在Asian的东西就是最流行的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的 对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 Tattoo 怎么怎么讲 刺青 对刺青 很多现在流行 现在最流行 漫画 眼睛 现在很多 好多人都在 都在 做这个 是哪一种 你认得 那个他们 最近流行的 那个图样吗 就是像 日本的漫画 现在我看到 很多人 都去 那种刺青 日本的漫画 是那个 鬼灭之刃吗 我不知道英文 怎么讲 我看一下 我查查 那个 那个 Scarited Away吗 有别的都是像 全部都是 全部都有 都是像漫画的 画画的 这样子 不是像 有一个漫画 可是就是像 全部 你是说那个anime 那个style 对 了解 现在很trendy anime tattoo 我刚才拿到一个 我就 现在上个礼拜四 我就拿到一个 Kiki's Delivery Service 我就 我就看到 现在很多 在instagram上 很多人 都在 刺漫画的 tattoo 怎么 我不知道 可是那个Sabrina 的tattoo 也蛮多的 真的吗 那你都刺什么 你都刺什么 图案 都有 我最近 这个 我在 叫了一个 画家 他是在 英国 他也是在 做tattoo 可是他在英国 我没有办法 给他弄 他是台湾人 我就说 问他 可不可以帮我 做 design 一个给我 然后我就在美国弄 给别的人去弄 然后我要两个 就是像 因为我 他也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我就要像 他要画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比较 比较special 对我 特别 然后我做一个 蛇 跟一个龙 因为我妈妈 跟爸爸 我妈妈跟弟弟 属龙 然后我爸爸 属蛇 然后我就叫他 放到 base 龙 放到一个 盆子 嗯 像 以前那种 古董的 这样子 然后 然后那蛇 我放到 一个旗袍上 其实我觉得 美国人 他们 tattoo 那些 Asian的 的 画面 就 一直都有 之前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 会tattoo 那些 中文字 对 很多 对 就很多很多 白人 就会 就会 吃那个 中文字 可是不 不懂 那个中文字的 意思是什么 我就觉得 很好笑 为什么讲到 这个啊 哦 刚刚讲说 那个 Ratial 跟 Gender Bias 而且你们刚刚讲 那个Model Minority啊 所以这边就连到 我后面想问 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Affirmative Action 的事情 不然我们就直接 先聊那个部分 好了 就 我跟我的听众 解释一下 那个Affirmative Action 它就是 有点像是 保障少数 族群的 法案的 政策吧 那它有很多 不同的 的方式 那我其中 我们比较常 就我自己比较 关注的是 关于教育方面的 因为比如说 我自己 就是台湾人社群 比较常讨论这个 然后其中一个啊 就是说 大学 入学 以后要用 族裔的 比例来分配 尤其是比如说 公立大学好了 如果说你这个州 本身有 85% 是白人的话 那我就 85%的 入学生 我就是公立大学 我就说 是白人 然后看是其他 所有族益 就是看他们 是几percent 我们就说几percent 然后为什么 说到说 对亚洲家庭 就很有影响 是 因为大家知道 虽然说我们不喜欢 用model minority 来讲 但不可会言 就 Asian就是比较会 考试嘛 所以说 而且可能教育方式啊 或什么 家庭的教育 也是很重要一环 所以 可能会比较容易 拿到比如说 SAT啊 就那个大学 入学考试 可能会拿到 比较高的分数 但如果像这个法案啊 我用加州来举例好了 加州的亚洲人 是大概 还蛮高的 就是 between 10%到20% 就10到25中间嘛 但是呢 像加州大学 目前是有 超过百分之40 的学生是 亚裔 就如果说 之后实施 这个affirmative action的话 这个法案的话 那就会变成 有点像是 惩罚亚裔了 就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人 可以去念 那个加州大学 然后就是 因为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Lidia有提到 model minority嘛 就不知道你们两位 对于像这种法案 有什么看法 嗯 我就觉得 这个题目 就很复杂 然后就觉得 我们可能 不会 不会讲得 很仔细 可是我会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 复杂原因 就很多 就第一 我觉得 刚才你说 那个 亚洲人考试 会比较好 我觉得读书 会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 不是很 很很增举 因为我觉得 亚洲人读书 好 不是因为亚洲人 就本身 比较聪明啊 或者是亚洲人 就可能 是考试 比较好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 我觉得 什么人 什么 人 他们读书的能力 都是一样的 分别说 你要去读书 或者是考试的话 你有什么 东西 或者是 或者是 老师啊 或者 有什么 那个 帮你去 去练习 或者是 准备 去考 那个课 所以我觉得 亚洲人 就我们 我们可以 考试那么好 或者是 读书那么好的 原因 是有很多 第一 我觉得 亚洲人 他们移民到 美国 有很多人 会帮助 其他亚洲人 说我自己的 这个 我小时候 我妈妈 不会知道 在我去哪里 去 tutoring啊 或者是 那个 补习 然后 补习 对 然后他们 就会问 其他那些 爱意啊 那些 阿提啊 就问说 在 在 可以去哪里 我女儿 数学不是那么好 就 大个比例 不是每一种人 都有这个 resource 很多小孩子 或者他们 是在家里 没有大人 大人都要工作 所以他们说 没有人帮助 或者他们住的地方 没有保行 这个选择 或者他们 没有 那个金钱 去保行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 你看美国 每一个 resource的人 读书 他们的 resource 不一样 不一定是因为 哪一些人 或者哪一些 孩子 读书比较 比较好 是要看 他们家里 有什么 可以帮助他 有很多小孩 他根本就没有 就没有 那个机会 去保行 去那个机会 去 进步 他们的 然后 我也觉得 这样子是 第一个的事 第二个是 affirmative action 他们 最帮助的人 是 白的女生 哦 所以 真正 你看 affirmative action 你看 有没有用 有用 可是还是 帮 白女生 比较多 因为 以前是 女人 不能念大学 然后 你去 上班 比较难 上班 那 affirmative action 开始的时候 本来是要 帮助 帮助黑人 帮助 别的 种的人 可是 因为 美国 是总录取 是 就是 他们就把 这些东西 帮忙 白女人 等于就是 因为他 毕竟有 女性 这个身份 其实是 偏 也是偏 minority 在那边 所以 如果说 不能光明正大的 我们录取一个 白人 男性 那我们现在 改录取一个 白人 女性 那就没有问题 就不会有人说 他排挤到原本 其他 minority 的名额 对 因为他们 想法 就是说 女人 现在也是 算是 minority 那我们就 帮 白的女人 比帮 一个 黑人 还好 我觉得在美国 不公平的地方 实在太多了 不可以 就是 这个 race 的原因 或者是 这个男跟女的 分别 就我们美国 就差别的地方 我们 我们不公平的地方 实在太多 太多 所以如果我们 没有 affirmative action 的话 就 我觉得 这个不公平的情况 情况就 就会越来越糟 因为美国 现在你看 不用说那个 读大学 你看 工作的 有钱人 实在不是 不是很多人 是穷的人 很多很多很多 就 有钱人会 越来越 越富 然后 穷的人会 越来越穷 所以我觉得 在美国 如果没有 affirmative action 的话 事情根本 不会变的 但你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 还有这个法案 还是有变好 因为至少 让大家重视 可能 political correctness 之类的吗 不 不只是说 publicly correct 如果我们 我们仔细的研究 为什么大学 亚洲人会 会那个 成绩好 那么多 为什么 你不一定要说 因为亚洲人 读书比较 比较好 可 那大学 收学生的时候 是看什么的 他问他是看 那个SAT 怎么样 然后 看那个小孩子 读高中的时候 有参加什么活动啊 他们读书 那个成绩 怎么样啊 可是这些东西 不是每一个小孩子 都有机会 去参加的 所以 如果你 你拿两个小孩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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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 有一个小孩子 是家里是有钱的 他是有很多机会的 可以去 学 violet啊 可以去 就 参加很多活动啊 因为家里就 就 有钱 有钱 对 就 就不用想 想太多的 然后你compare 另外一个小孩子 是他们读高中 然后家里没钱 他有兄弟姐妹 要交互啊 他们要去工作啊 他们一定考试的时候 你看他的resume 你会觉得 这个孩子 为什么不会参加 学校的活动 为什么他读SAT 没有那个小孩子 那么好 原因是可以很多啊 可能这个孩子 没有 没有机会 去那个tutoring 去读那个SAT 怎么考 嗯 我们不可以 只是看 看到那个小孩子 成绩是怎么样 你要问 为什么 那么多年来 大学 他们admission 的criterea 都是一样 都没有变过 嗯 为什么我们 这个社会 不会忠视 小孩子 会去做工啊 或者说 这个小孩子 家里 没有很多机会 父母亲 没有去读大学 可是他们 还可以读书 读的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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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一个 achievement 对不对 一定是说 他读SAT 考得很好 就可以去上大学 有一些学生 去 去考那个SAT 没有那么好 可是他们 就 生活 经历过很多东西 然后他们会 呃 会工作 会有很多 obstacle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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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vercome 所以呢 当时 学生 去读大学 我觉得 机会 他们 也应该要啊 嗯 因为这个 可以理解说 就affirmative action 可以牵涉 面向太广了 就算是在教育 这边说 大学 入学 又是一个 很大的议题 因为就像你说的 呃 他的成绩好不好 或是他的那些 呃 课外活动 的参与程度 其实 不一定是 他的能力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家庭没有给他 没有办法给他这些support 或是他就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嘛 呃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像是 之前那个 Harvard的那个问题吧 就应该 应该说就大学入学 也有很多的问题是 他的审核标准 假设你不看成绩好 你看那些课外活动 那能够参加那些课外活动的 比较多的是谁 其实常常 比较多的就是那些 呃 有钱的 白人中产阶级嘛 才有办法去嘛 然后大家会 也是会有 比如说跟亚裔有关系 的事情就会是 大家就说 哦 亚裔就是 每天在家 念书 然后tutoring 呃 就考试 但是他们不参加活动 呃 就这种也是一种 要怎么说 这个就有点为难 因为 你的本来初衷是好的 就想说 好 我们不只看那个 那个 ACT的成绩 我们也看其他的条件 可是这样有时候 反而得力的 并不是其他的 呃 minority 其实可能是白人 因为他们就是 可能成绩也不用那么好 然后他们就有那些课外活动 就可以反而可以进入大学 这样子也是有点难 因为要进去大学的人都会进去 就是像 他们这些白人要进去大学 他们要 像在 有个很有名的 一个女生 她 告 呃 ut 是我们念的 呃 我住到 austin ut austin 是一个 很好的学校 很难进去 因为 学校很好 然后一个女生 拜登女生 她没有进去 她就告 ut说 我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 对 就是你们 对我种族歧视 因为我是拜登 然后 affirmative action 跟这个 然后 这个 case到 supreme court did you go to the supreme court lily yeah yeah so 然后这个到supreme court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可是很多都是 你看很多事都是这样子 很多有钱的人 他们要是真的要进去学校 他们可以进去学校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给学校钱 他们可以 做很多东西 可以进去 这个 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做的是 是让 没有机会的人 给他们一个 这个机会 以前 就是 种族歧视 他们 不公平 很不公平 然后这个都是 就是像 把一个很不公平的东西 弄 公平一点 因为这是 都是人在生活 没有东西可以做事 一百个 好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 有些 你看 affirmative action 有些人说 好 可是可以换这些东西 有些人说不好 可是这些东西 好 这是很困难的问题 Mikki 我就觉得 问题不是 不是问说 affirmative action 对于要说人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我觉得重点 重点是说 为什么那么多年来 大学看学生 那个admission 为什么没有变过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年来 都是有钱 有钱白人 要进大学 会那么容易 然后其他 要那么辛苦 才可以进去 这个是重点 重点不是 affirmative action 对于亚洲人 是好还是坏 嗯 了解 就这个 至少说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的 初衷是好的嘛 它是为了要降低 就是不平等的情况 所以才有的法案 只是说 一个法案 那当然会造成的影响 一定不会是 只对某一个族裔 或是只对一个性别 或是只对 一件事情有影响 它一定是 各方面都有影响 就像是你们刚刚说 会有白人女性 对UT提起诉讼 那当然那个 Asian也会觉得 有点不公平 假设我们以后 要用那个 population percentage 来分配 入学的名额的话 也会觉得不公平 可是就至少说 目前听起来是 你们觉得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算是蛮有存在的必要 只是说 它不会 没有办法解决 像是大学入学 这个问题 因为可能是 其他因素 所造成的 对 我可以说 美国真的是 在太多地方 是不公平的 那affirmative action 是可以帮助一点点 有一点帮助 是需要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糟 然后我接下来 想要回去 再谈一下 就是你们可能 自己经历过的 可能racial 或是gender bias 的事情 就我来美国 时间不太长嘛 就是2017年 就是来德州 念书的时候 才来的嘛 所以就 基本上是作为 一个外国人的角度 但我后来发现 有一些还蛮 有趣的情况 就是如果说 有我的一个外国人 来观察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的话 就会有一些现象 比如说啊 就我们会观察到 有一些 亚裔的同学 可能会 就是故意 不想要跟其他 亚裔的学生 国际学生 太close 然后 就这个我觉得 还没有趣 然后听 听说的原因 是因为 他可能从小到大 基本上大家 他就是一直被认为 你说 你就是 Asian American 然后都是跟 Asian American 的community 一起 然后终于 到了德州 念书 念Master 他终于有一个机会 是 可以认识其他 communit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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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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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